我们用这个表格把光反应跟碳反应做一下简单的统整 这个表格其实没有什么大重点 就是做最后的统整 光反应的位置是叶绿比 类囊模 因为光和色素是子容性的 而碳反应在基础 而光反应呢 需要的是光跟水 为什么 光是能量来源 水是原料 那碳反应呢 需要ATB跟NATBH 因为这是原料 然后二氧化碳也是原料 所以发现影响一个反应 不外乎就是能量来源跟原料 那光反应呢 能量来源就是光 碳反应的能量来源来自于这两种物质的化学能 因为光反应是化学能转变成化学能 光能转变成化学能 这个化学能就是指ATB跟NATBH 然后到了碳反应 再把这两种化学能ATB跟NATBH 换成另外一种化学能叫做葡萄糖 所以光反应是光能转变成化学能 碳反应是化学能转变成糖类的化学能 另外影响的因素 为什么光反应会受到光量跟光值的影响呢 光量就是光的能量强度 光越强光越弱 那会影响 什么是光值 光的品质 所以光值可能抽象 光值就是波长 你是红橙黄绿蓝电子 哪一种色光 光值怎么影响呢 光合作用吸收红光跟蓝光 不吸收绿光 所以一直狂照绿光 能量再强也没有 所以光的波长也影响光合作用效率 请你照红光跟蓝光 另外还有水分 因为水是光合作用光反应的原料 你没有水光反应也不能进行 那碳反应受到什么因素影响 有二氧化碳 因为它是原料啊 为什么受温度影响呢 因为整个碳反应过程当中 每一个反应步骤都需要效素 而这个效素对温度非常敏感 所以碳反应对温度非常敏感 因为每一个反应都是效素 可是你回到前面的光反应 你会发现光反应的过程有效素吗 有啊 在这里只有一个叫ATV合成煤 前面都叫做光系统或电子载体 让电子在那边传递的 所以光反应对温度比较敏感 反而是对光比较敏感 所以刚刚的表格当中 为什么碳反应对温度比较敏感呢 因为碳反应有很多效素 效素会被温度所影响 所以温度是影响的 好之后光反应有电子传递链 碳反应没有 最后光反应有个副产物叫做氧 来自于第一步骤 水的光解就产生氧这个副产物了 好这个表格把光反应碳反应 做一下统整跟比较